所以第一个特别小心就是说 这个地方启用内容一定要按下去 如果你没按的话 你按这个按钮都会失效 它会说无法执行聚集 所以第一个启用内容 第二个的话 上一次上课我们是串接跟清楚 这两个启用内容这两个按钮才能Work 否则的话它没办法Work 这第一个 那再来的话 当然我们之前写的东西 你要看到的话 一定还是要把开发软源打开 所以其他命令 有没有 箭头其他命令 制定功能区这边有一个开发软源 打勾之后这边才会出现 那特别注意 这个开发软源的话 它不是预设就有了 那当然在最新的版本 我印象中这个 这个开发软已经预设就打开了 OK 但是旧的版本都没打开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早期一般的使用者 其实不太会需要用到开发软源 开发软源里面主要是什么 聚集吧 然后跟VBA 其实这个部分都是写程式的 也就是说早期一般人 其实不太需要特别 自己动手写程式 以前写程式大部分都是工程师的事情 但是现在的话 因为整个大环境 大数据时代 AI的时代 物联网等等的都会产生Data 所以如果任何的机器 都会产生资料的同时 假设你还在用旧方法 在做资料的处理的话 显然是会跟不上这个资料产生的速度 所以现在的话 大部分还是需要用到程式去处理一些资料 所以 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的动作 假如每一次 又有个新的Data 比如说新的客户进来的话 你又要重新再做这个资料的输入 其实是要缓不继续 所以我们之前有讲到 可以利用录日聚集的方式 可以把你之前的动作记下来 但是还是有个缺点 毕竟它是记得你的键盘跟滑鼠的动作 毕竟不是你自己写的 也就是说你有些地方 似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弹性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完全能够真的产生自己的程式的话 当然相对的比较能够量身定做 你自己的逻辑需求 只是说如果在VPA里面 假设我要在VPA里面 自己来写程式的话 那该怎么做 我先的话 第一个跟之前的差别 所以上一次上课练习了 那请各位 把以下的工作表 把它再复制一个好了 这个把它再复制一个 拖拉过来 按按键扫键 按开 有没有 按键扫键拉 按开 那就会再把这个工作表复制一个过来 那请你把这个工作表名称 去改一下 改成叫什么 VPA 所以今天的话 特别注意 他就有心理准备了 接下来就是要写程式了 OK 那在VPA里面要如何撰写我们需要的程式 那接下来的话 很重要的部分 特别注意 这不是用录制去集的 你要自己敲一点程式了 那如何敲程式 首先的话 第一个你要先知道在哪边写程式 OK 所以最重要的话就是在这个VPA 所以以后的话记得把开发人员叫出来 然后呢 找到VPA 所以第一步 假设以后你要写程式的话 可以cell里面写程式 第一步呢 就是开启这个VPA 那第二步的话呢 打开之后的话呢 那你会发现呢 他会自动帮我把VPA直接在开新一个视窗 那我建议各位 打开之后的话 我是建议可以先把中间这个区块放大 然后呢 把这个VPA稍微向右下移动吧 稍微把它缩小一点点 为什么要缩小 我自己的习惯是 我一边看程式的需求 然后一边赚钱对应的程式 也就是说 以后不是说你用 这个自己想象的方式去写程式 其实程式怎么来的 主要是根据你实际上工作的需求 你可以把那个需求 按照那个顺序 其实跟那个录制区集有点类似 只是录制区集是用滑鼠键盘去做动作 录下来 那VPA是你根据你的需求 是把程式写出来 差别在这里而已 那如何撰写程式 第一步的话 请你把V就被打开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要把程式写在哪里 特别注意 请各位注意一下 程式一律一定要写在所谓的模组里面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是专案总管 专案总管是这个区块 底下会有个模组啦 那这个模组的话也就是说 这个因为之前我们录制区集 有产生一个这个模组过了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程式写在哪里呢 一个你可以写在这个sab的下面 有没有 第一个第二个 你可以写在这下面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要写另外一个程式的话 比如说叫什么 叫门后公式 也就是我要把公式输入到我指定的储存格好了 OK 那你可以什么 一个地方可以写 第一个你可以写在这个模组的下面 那第二个的话 如果说老师 可是我不喜欢跟那个之前聚集混在一起啊 那第二个方法就是你可以开一个新的这个模组 另外再写那如何开一个新的模组呢 很简单 直接在专案总管这个区域里面的话 任何一个地方按右键 它会出现有一个下拉的一个一个清单 那个清单里面的话就有个插入模组 那你也可以从这边插入模组 那你会发现插入模组之后 会多一个模组出来 因为我这边好像之前有module 它就出现一个module 然后呢并且会在右边呢产生一个空白 那你可以把程式写在这里 两个方法都可以啦 只是说特别注意啊 你不要就是 不要你找得到的地方 记得一定是写在模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开始来撰写一个 我们自己写的 那这里的话 那你们可以参考一下那个云端白板上面 我这边有已经写好的程式部分 那底下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会是在 第九页的地方吧 第九页的地方 其实有两个啦 两支 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 一个sub的话 它是门号公式 一个sub的叫清楚 我先demo一下这个给各位看一下好了 就是这一段 九页这里 那当然将来程式要写在哪里 记得写在模组里面 那开头一定要是sub 字太小了吗 字太小了 工具选项 筷写风格 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那假如说我已经写了两个 两个你可以把它隔开好了 一个是sub叫门号公式 一个叫做清楚 其实这个程式非常简单 如果要执行的话 直接就把程式游标停在sub的中间 sub跟sub的中间 然后执行它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就得到我要的结果 那其实这个结果很简单 就是我把空式输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清除的话其实更简单 就是把里面清空 清空实际上在这边就是两个双引号 就是叫做空字串 把这个空字串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OK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支程式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要怎么读写这个sub 那首先的话 这个第九页这边已经完成 那我从头来讲 各位讲一下这个地方的撰写流程 第一个的话呢 一样叫Visual Basic 第二个的话请注意 你可以写 我建议还是干脆开一个新的module 不要把它放在一起 那你可以把它写在下方 我是建议你干脆按右键 新增一个模组 然后呢 我是建议干脆先写一个叫 清楚好了 清楚怎么写 sub 如果你要写 那很简单的方法 你打个sub开头 反正呢以后呢 如果你要写一个按钮 那开头一定要 就是sub 然后呢 空一格之后的话 给它它的名称 比如这个 我是建议写清楚 清楚好了 我们先写清楚 所以你就在这边打一个清楚 然后呢 直接按enter就可以了 那你会发现你按enter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后刮符 后面的一个刮符 再加上and sub 那意思就是说 将来程式就是写在sub跟and sub中间 那比如说我今天需要写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呢 我要把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资料给去掉 那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如何清掉 其实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你可能会需要学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名称就是储存格 OK 那储存格 在VPA里面 很重要 它叫sell S 特别注意 这个S很重要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打字 都少打S 漏掉S 那特别注意 程式一个字都不能错 OK 不然他看不懂 那钱瓜糊 那接下来他会问你说 RAW INDEX 有没有发现这个粗体字 RAW INDEX RAW的话就列 意思是哪一列啊 OK 那就是第几列 第四列 重点 COLEN COLEN就是缆 COLEN INDEX 哪一缆啊 那当然你有两个叙述方法 你可以输入 有没有 ABCDE 应该第五 你可以输入 一个数字 另外一个叙述方法 我比较习惯 你可以给他一个文字 叫做E缆 OK 那我是建议用这个 因为你如果用数字的话 将来 尤其比较后面的 那个蓝 你要算 比如U是第几蓝 那你可能叫ABCDEA 哇 他太麻烦 你刚才打个U算了 OK 所以特别注意 那接下来的话 后面加一个等号 然后给他一个什么 双引号两个 就空字串 那这个意思是说呢 把后面的资料 放在前面里面去 也就是说 他最后会把 空的 空的资料都清除 然后清除资料 空字串呢 帮我丢到这个 图存格里面 那意思就是说怎么样 把里面知道清空的意思 所以如果这样 把这个 第一行做执行的话 你会不然 这边的资料就不见了 有没有 这样就OK了 那第二个的话呢 那就是再加上一个 这个sub 我们名称叫什么 名称 所以底下你就打一个 门后公式好了 所以打一个sub 空一格 那名称也就叫门后公式 因为我要把那个 门后的公式输入到 储存格里面 所以哦 这个地方我给他一个名称 叫门后公式 OK 然后直接呢 这个地方的话 直接按 enter它就会自动 帮我 产生 那个 后瓜符 OK 好这样子 那一样了 我是建议哦 你在sub跟sub中间 开始打成 是建议哦 一定要按tab 下一阶的意思 因为意思就是在 这个sub里面呢 写程式 那底下的动作 其实哦 开始的动作 其实会跟清除一样 所以我建议你干脆 直接拿清除里面的程式 拿来复制好了 这样比较快 OK 那可是如果你现在执行的话 里面一样是空的啦 所以哦 其实这个程式很简单 只是说我要把这个 我们公式 哎 你想公式在哪里 其实哦 就是把这个公式丢到里面 去让它可以产生 手机号码的结果 那那个公式在哪里呢 其实在前一个工作表里面 哎 前一个工作表 我把它删掉了 理论上应该这里面要有 如果 所以哦 等一下做之前 可能要注意一下 你那个公式一定要先保留 那如果没保留到的话 没关系啦 那云端上面其实也有这一段 我把这个拿来 copy一下 OK 如果没有的话 有没有 这个是之前的东西 假如说呢 这边有这个公式 那我要把它 出到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话 那我可以直接拿前面这边公式 那你可以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按右键 选取它复制 复制完之后呢 记得哦 按一下那个取消键 因为如果你没按取消键的话 它会一直在这个公式 那个 呃 编辑的里面 所以你切到别的地方会产生错误 所以建议按一下取消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其实呢 我们只需要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直接就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贴到门号公式的双引号里面 把这一串哦 有没有 直接贴过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 察觉到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是呢 在VBA里面 它的那个双引号 有没有 双引号开头跟双引号结束 用来表示一个文字的开始跟结束 但是你会发现 诶 这个公式里面有没有 它里也有很多的双引号 不过这个双引号呢 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那如果你把这一串公式 丢到它里面的话 它会confuse 它不是 奇怪 你给我很多的双引号 但是这个双引号无法辨识 因为我不确定说 这个双引号到底是 你VBA里面的双引号呢 还是公式里面的双引号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有一个地方要特别小心 是说呢 如果你把它贴上去 理论上贴上去就OK 问题 假如你公式里面本身 已经有双引号的话 那这边有个规则 可能要记一下 就是呢 你必须把 里面的双引号 要变成两个 用来做区隔 它才可以知道说 哦 原来呢 你这个是里面的双引号 所以哦 你会发现 这边有多少个 有多少个 这么多个 有没有 这些都要哦 也就是头跟尾 保持一个 空间里面的一定要变两个 那怎么变 一个变两个 一个变两个 有没有 然后再往这边移 一个变两个 OK 那就OK了 如果我跟各位讲哦 这地方显然 很容易做错 像我之前也常常 遇到这个问题 这边头尾 一个两个 这边也有一个 这样子 当然你只要小心 应该就不会有错了 这边又有两个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OK 好 这样就完成了 移开 那如果移开 你发现 没错 那恭喜你 对了 可是哦 如果像 如果假设 你比如说 你有漏掉一个 像最后一个 这个漏的 假设这个漏掉的话 移开的话 你会发现 它会出现这样子 它会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 有错误编译 但是它给你的提示 不是正确的啦 但你 大概就可以猜到说 原来这边少 少一个什么 因为它其实没办法编译 所以哦 这个地方如果再补一个双引号 那就OK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那个公式 把它贴过来之前 你要先确定一下 你这个公式里面 有没有双引号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那记得 要把一个双引号 也就是说 这上面的双引号 要把它变成什么 变成两个 也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一个 一个双引号 变成两个 再过来 这样就OK了 好 那做完之后的话 把它执行 执行一下 OK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切到这个工作表 那再来的话 我就要把这个公式 收到这个储存格里面 让它可以work 所以把这个工作执行一下 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 我把它 按下执行之后 它就会帮我把什么呢 把后面这一串公式 直接就丢到这边来了 然后呢 指向的就是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公式就出来了 就OK了 好 那请各位先试一下 但你会发现 老师现在只有一个 那怎么把全部做出来 所以待会讲 待会的话呢 只要再加一个回圈就可以了 回圈 OK 所以在程式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它可以重复帮你完成 那你只要跟他讲说 我要重复的范围在哪里 那这一段程式就完成了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看 重点 第一个 开发人员 The Video Basic 二的话呢 请你再新增一个模组 在上面打两段程式 两个Sub OK 试试看哦